先說一下BNO 近日仍然有很多人不斷找林康正 不斷找我 找林康正是沒問題的 他肯做的話 我暫時要這樣說 我便充分理解了新的BNO申請流程 難了還是容易了 其實跟以前差不多 但是要回答的東西和帶文件是多了很多 而最慘的是我現在發覺我所經歷的事情 其實是差不多每一個人 有部份仍然是100% 一擊即中 以我們的經驗 但是大部份人都會發送回來 很多挑剔 那我星期六 我剛剛才說 我星期六早上9點多回來 結果我是回答問題 我回答22封信的問題 其實純粹是22封信的問題 結果是回答晚上3點 那你脫下來 我覺得我就算收你們五千元一個 你們大家不會付 但是我也沒有好處 所以短期內我就似乎 不應該會搞大BNO日 那你說它遲些會不會都是這麼難 我覺得未必會是 現在這一批 讓我手上還有百多個應用 是未有feedback 不知道他批不批 還是怎樣的情形 完了之後 我再觀察一下 因為現在其實你們首先要有很多文件 基本的文件已經是舊的BNO 沒有那塊BNO 也一樣是拿布塞紙 是啊 你是要有父母的出生紙 父母的結婚證書 或者你自己的出生紙 那這樣一定可以呢 不一定 那如果你說沒有父母出生紙 沒有父母的結婚證書 那我就要回答為什麼沒有 你說 很多個個不同原因 有些父母不在香港出生 為什麼不在香港出生 那它又是什麼籍 有沒有救護照 譬如說 C.I. 那個麻煩度是高很多 那當然我不覺得它是因為 我上個禮拜說 它是想將你們BNO 升級到BC 這個原因 主要是因為 大家明白英國佬做事 它現在是整個 就是HMPO 其實HMPO是給什麼 就是 Her Majesty Passport Office 女皇殿下的護照中心 我想是整個 重新組合過這個護照中心 就準備為它幾千 六千幾萬 是不是英國人 六千幾萬人 是重新要做過護照 因為他們應該就是 英國佬做事 會突然間好像香港這樣 因為我想他們是預了脫勾 就是這樣說 是的 實際的 是預了脫勾 所以 現在這個情況 它就是 全部事情 很慢 之前做的朋友 還沒有拿到 很慢 很暗 還有很多問題 拿到很棒 如果你們自己做得不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 仍然可以的 一向 我都說 你們是自己做到的 不過你要找個 副署的人 這次副署的人 他就 清楚了 其實是比較容易的 就不需要什麼職業 其中一件事 就是 一間有限公司的 director都可以的 但是 整個流程 我覺得是比較容易的 其實 但是他將會問你 其實很煩 以前我們 我要這樣說 其實 因為我們做得多 我們當然不回過節目 導航 基本上以前 是可以拿交護照 我認為 是很容易 現在 他就是很堅固 一定要確認 你這個 究竟是不是那個人 起碼 以前我們連你的出生 也不用寄過去 你甚至填一張 簡單的說 我如果知道 林康政是有英國護照的 我不需要知道 林康政的英國護照號碼 我只需要知道 我有林康政的身份證 我就可以拿一本護照 來自己用 當然 其實拿到林康政的護照 你又要來做什麼 但是 你是拿到的 在林康政不知情底下 但是現在難度高很多 第一 你要捕捉很多證件 什麼出世子 第二 第二 就是 暫時到現在 他會這樣說 他會這樣說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人 在香港 但是他會這樣說 如果他會這樣說 又多於那件事 Anyway 大家放心 我就不會不做的 因為這個是我們捉客上台 上會是其中一個要素 因為香港人很想賭解的 大部分我們的客人 你問他 阿廳很久了 或幾個月了 應該不登記 不知道怎麼回答 這次上來 因為我們其中一個條件服務 就是 你要跟我們訂節目 是 那麼他們就 那時候就 他們就 那時候就有點欠頂 我們也預計了一年之後 他們不會訂 因為資訊是不值錢的 在香港人心目中 值錢的 反而是服務 所以我決定再加價 然後 以後 如果 我們真的再做的話 現在我們還沒決定再做 每一個是800元 沒辦法了 因為現在 其實我知道 外面是800元 不包含付 Anyway 這些我們不說 希望大家留意 就自己試一下 不是那麼難 相片可以在自己家裡拍 是 OK 拿一部手機 拍得狼狗狗 然後就上去 他會馬上告訴你 這張照片可以不可以 你因為不名 就換那張 拍得漂亮為止 就節省到幾十元 如果你說是不懂的 要上來我們這裡 跟你拍得行不行 那麼巧合得那麼巧 我們有一幅白牆 是 我們跟你們拍也行 我也想試一下 OK